公屋的輪候時間長 要派到心儀的單位並不容易 近日有港男就在Facebook群組發文公布喜訊 說各位小弟畢業了 此區四人等了8年畢業 樓主說他申請房委會公屋8年 今年7月首派九龍觀塘順利村 但因為家人問題唯有放棄 去到二派港島南區華富村 三派更派到問題單位 始終都派不到心儀的單位 不過樓主就轉跑道 同時申請了房協公屋 雖然今年11月 首派的九龍樂民新村 因為頂樓流水問題嚴重 未有接受 但相隔一個星期 就立即已派到心儀的 紅磡家圍村 350平方尺的四人單位 成功畢業了 網民看完這個post之後 都紛紛恭喜樓主 恭喜他按居樂業 說想不到你敢搏下去 恭喜 翻查資料 紅磡家圍村 屬於房協甲淚屋村出租單位 出租的對象是低收入家庭 目前只接受 持有房協會公屋輪候冊 有效申請書編號的人申請